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音樂 我們今天就介紹一下我們KONO SPA美好的世界喔 那昨天跟大家介紹了我們全新的轉蛋兔女郎之後呢 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的活動的劇情啦 不過這一次玩應該是簡短的活動 所以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欸我覺得應該是要先來打個BOSS戰還是先看劇情呢 我覺得先來打個BOSS戰好了 因為我這樣打完之後我就可以自己試一下刷了 現在應該 情緒應該還算是蠻簡單的嘛 那這一次的話推薦屬性是圖屬性的喔 所以大家可以把一些就是那個 突顯性的角色給他移過來了喔 目前來說的話我們那個 欸這個啦 艾咪亞應該 咪咪亞應該還不錯 然後艾咪她也是那個突屬性的 不知道能不能打出一些好傷害喔 我們就先用那個這幾次來打一下 那為之目前的話感覺睡衣的那個傷害好像還蠻高的 所以我們就先用睡衣來打一下喔 然後我覺得應該一樣是最後一隻BOSS的話 可能會對我們來說造成一個比較大的傷害啦 我們先這樣打完之後我自己下就可以來刷一下東西了 不然我覺得我之後的話應該活動都是先打關卡 再來跟大家介紹吧 不然其實這樣 就會錯失很多那個打關卡的那個時機喔 因為我通常都是先拍完影片我才會自己私下打 啊如果沒有拍的話我基本上就先不會打這樣子喔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然後這個小活動的話因為他的卷子都是在我們 就是一般的就是我們那個什麼 欸我們的一般挑戰冒險關卡的時候可以拿到 所以基本上的話就可以就是比較輕鬆了 你可以去刷一下我們各個關卡的那個HARD等級的一些關卡的那個 素材啊然後再來就是累計票就來打一下 他跟我們活動的那個是不一樣的 然後 呃目前來說上一次改版真心就已經真心到了那個 第六章節了喔 那目前來說第六章節的HARD的關卡 哲平這邊的隊伍也是順利的給他通過的 所以應該也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喔 這邊也更順利的把他給打掉沒有問題 就看一下下一步喔 那我們先打完之後的話我們再看有沒有時間來看一下劇情 因為劇情的話我覺得應該還是蠻有趣的 我這目前來說玩這個遊戲的話 最期待的就是他的那個劇情了你知道嗎 因為他真的是太白癡了 我們上一集的話我們那個和珍還哭到一個爆炸 真的真的好笑喔 沒有問題 這邊是第三隻的 這個巨魔戰士雷屬性的啦 所以這邊看起來就是 一會克雷這樣感覺喔 然後 欸 火克什麼 火克風嗎 然後 水克 水克火嘛對不對 然後風克 風克水嘛 然後 雷應該克 雷應該克風這樣子 應該是 欸 雷應該克火吧 欸 水應該克火 欸 完了 完全不知道了 完全不知道他那個相克屬性的 不過他每次那個 活動的時候都會在下面告訴我們 就是這個 呃這個網啊 他是怕什麼 所以我們也不用那麼的緊張 我們就直接給他 打下去就沒有問題了 還有都有一些那個 推薦屬性 叫我們用地屬性的 我們就盡量用一些地屬性的 所以我覺得 問題來說這款遊戲玩到最後的話就一定是 需要很多隻角色啦 因為 你角色培養起來的話 你打一些Boss就不會這麼的那個 星火 你看我們這邊 咪雅打下去 基本上就是可以打出一個 超大的一個那個傷害這樣感覺喔 不過 問題來來說地屬性的角色的話 我們這邊好像稍微也是比較少一點點啦 所以可能就是 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可能就可以再去抽一下那個 兔女狼的那個御劍啊 或是兔女狼的那個賽西力這樣的感覺喔 那 賽西力這邊感覺就是一隻補師啦 所以 感覺輸出的話 應該還是要看一下就是御劍能不能就是 當一個輸出 但是就要看大家喜不喜歡御劍了啊 啊這個就 看大家的意思意思了 好 這邊目前來說的話高級 這些話應該都還沒什麼問題 我現在就是 呃很怕最後一關啦 因為我們上一次基本上 我們最後一關是我們最後一天才打過的 然後是 呃用了那個 艾莉卡啊 那這一次基本上的話就是 你打完關卡的話 應該也是會有那個 他送你的那個三星角色啦 然後三星角色的話 應該就可以好好的來就是 讓你刷關卡刷的比較容易這樣子 那 上一次最一活動的那個就是 達克尼斯啊 我沒有把他技能升滿啦 比較可惜一點 因為那個時候感覺好像 打太慢了 所以沒有太多的那些資源可以用 這是 這個這個巨魔神 巨魔戰士好像每一次都是 用同樣的招式 哎呦 偷懶啊 製作公司 這個公司應該是把那個所有的那個 費用都拿去想劇情了吧 完全拿去想劇情 因為劇情真的是太白癡了哦 然後目前來說 高級也是沒有什麼問題哦 來看一下高級二哦 超級或是極難的話 應該就會比較稍微讓人家難受一點點哦 所以大家在打的時候呢 夜市要來看一下 注意一下 哈 可以借啊 好 沒有問題 所以Mia的殺害感覺有點慢慢的降精一點點哦 不過應該是因為沒暴擊的關係啊 然後Mia這邊的話他還可以用一個那個 全體的防護盾牌增加 所以在被這個巨魔戰士打的話應該也還好 啊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再去換一下那個 能不能看一下能不能抗雷的那個 抗雷的那個什麼 抗雷的那個耳環吧 看一下能不能那個 啊這邊他讓我們麻痺了哦 麻痺的效果是不是就讓我們沒辦法跑條啊 剛剛我們那個Mia好像整個沒辦法跑條哎 哦 所以這個雷的話可能抗麻痺也是很重要的哦 反正我們現在有很多角色 呃我們的隨從都可以放一些抗麻痺的啦 所以到時候如果最後一隻真的是很會抗 呃很會給我們麻痺的話 我們到時候就放一些那個 能夠抗麻痺的隨從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哦 好這邊是超級1了哦 我記得超級1好像就稍微有點比較麻煩 這邊是1萬6的戰力 我們這邊2萬6啊 高他1萬應該還是ok的吧哦 應該還是ok的 不敢說什麼大話哦 來來來 所以他是應該機率性觸發我們的那個就是雷子的哦 其實目前來說看這個傷害真的是還蠻爽的哦 因為我們之前打那個就是 巨魔神像的時候就只能摸一點點摸一點點 真的是摸太少了 我們這邊就是看到這種大量的那個噴血那個狀態的話 你就會覺得哇好爽哦 我怎麼可以噴這麼多 啊來了 他麻痺真的是讓整隊的那個哎 就是行動條都不跑 我覺得最後一隻的話應該那個大招開下來的話 應該是很容易麻痺的 我不知道這遊戲有沒有一些角色是能夠斷他大招的 如果有能夠斷大招的話 那一定就神角了 那一定是每隊都必配了哦 因為斷人家大招的話真的是比較 輕鬆一點點的打法 然後這邊超級1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來看一下接下來是什麼 現在應該超級2然後再來就是最難的吧 呦超級2了 這邊是17500 欸我記得 那個好像 上一次那個最難的關卡好像也是2萬戰力而已吧 然後我2萬5還是2萬6我打不贏 到底是怎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 你角色雖然練起來 但是你沒有用到一些就是相剋屬性的東西去打他的話 還是會打得比較辛苦一點點 然後加上這關的話這個BOSS 第一 算是我們第一次遇到會讓我們是麻痺的那個 麻痺的敵人啦 所以也是蠻麻煩的哦 在普通關卡我是不知道有沒有遇到啊 因為普通關卡我都是給他自動打自動刷的 我比較關注在這個活動角色身上 欸好險哦這邊是讓那個 維姿麻痺而已 其他隻角色沒麻痺那就好 我們主要輸出手沒麻痺哦 來 刷大招 而且感覺我們這次打的都還算是蠻痛的啦 比起那個 打我們巨魔神像來說的話真的是 還不錯一點點 啊打招 煙圖 煙圖紅大地賊把最後一條絕對紅爛了哎 哇呀 終於有Mia表現的機會啦是不是 大家之前都說Mia很爛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就是你在打相對應的關卡 帶上那些角色的話 還是可以打出一些好成績哦 欸這邊來了 絕擊1 欸他是絕擊1欸 所以絕擊還有在上面欸 哇那我覺得稍微好像有點恐怖啦各位 絕擊2應該就是最難的那個了吧 這個應該就是那個 絕擊前的就是算是比較簡單的一個關卡 來看一下Mia能不能拯救世界 這次我覺得是ok欸 你看我們這邊的那個打的血量其實還算是非常多 真的是有把那個傷害手提起來了 這順一為之 我覺得這傷害有點爆表哎 好像還不錯 他剛剛一爆就爆超多的哦 而且還可以幫忙加那個就是法術傷害 來一次哦 可以可以可以 不要麻痺太多就好了 哦我現在除了麻痺以外的話 可能還有可能會被打死哎我的天 但是我們後面還有一隻愛咪啦應該是ok的 哎 抓起來 來來紅大雞 紅大雞剛打超多的我真的覺得 很猛的很猛的 噢呦 噢呦 我這個Mia真的有點強欸 哇 他是不是打這關神角啊 好爽好爽哦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那個 絕擊2了應該是最後一關了吧 應該是我是這麼認為的哦 哇27500哎 絕擊2 他如果再繼續騎上去的話我就不敢攻圍了哦 我真的不敢攻圍了 我可能就真的打不贏了 我真的覺得剛剛那一關的話 稍微我們的角色可能就會被噴掉了 但是先看一下打的傷害多少吧 如果傷害有打出來的話應該都還好 這樣我覺得應該 嗚嗚 應該是好險但是 他打那下好痛 他打那下好痛 完了完了完了 我覺得這關的話可能要先 派一些補師先出來應該會比較好 哦痛到歪歪 真的痛到歪歪耶 你能不能不要再打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直接死 但是 咪雅還在應該OK吧 加油加油加油 可以哦而且我覺得那個也還行哦 我們那個 會會應該也還行 加油哦 咪雅 咪雅我們要 我們只能靠咪雅了耶 我們真的只能靠咪雅了 咪雅跟艾咪雅雙組合 OK吧 OK的吧 大招 烏殺雞 啊完了 不可血不可血不可血 還有機會要有機會 哇九 九秒應該是打不完 但不知道這後面還沒有關卡耶 哎呀 完了完了這關 哇哦 有點恐怖哦 這是最後一關嗎 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 有點恐怖了 這個兩萬七千五百的戰力真的是 比較比較難一點點哦 這不知道是不是最後一關耶 但感覺有點像是 但又有點不像是 我不知道好不好 這個我真的 我真定是不知道 那看一下這邊是有中級高級 絕集一絕集 有絕集二通過 所以 最後一關應該是絕集二沒有問題了好不好 應該是這樣子沒有問題 然後 這邊的話我覺得這一次我們算是還蠻OK的耶 就是 打起來沒有說像我們上次打那個 火的那隻這麼麻煩 因為我們這邊的那個Mia是有練起來的哦 再看一下有沒有那個 地支槍吧 給他裝一下地支槍應該會比較猛一點點吧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這邊是給他裝水槍啦 那用什麼隊伍來打我們這個巨魔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這邊好不好 那我私底下先來挑戰看看 看一下能不能打得過 那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隊伍囉 那明天的話我們開始就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巨魔襲來這一次的活動的劇情啦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去玩到這邊了 我在這邊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